哇 进入黄龙洞 如同走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 曾经的汪洋大海 在经历了6500万年的地球变化后 孕育出了7.6公里长的亚洲最长龙洞 数千根独具个性的中乳石 在数万平米的空间中 生长出不同景象 让这里被誉为世界龙洞圈的全能之王 朋友们 像在西游记里面的感觉有没有 西游记 像不像 灯 我们这个洞里面是有故事的 孙悟空找东海龙王基地海神人的故事 你看看 你看我说没错 你不觉得这特别像在龙的身体里面 是的 这是龙的咽喉 咽喉 我们就是那根刺 我们就是刺 这是天然形成吗 还是自己砸的 你不觉得这特别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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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 写 那绝对不能 这边就是龙王爷打仗的兵器 金哥银枪 金哥银枪 好高 好高 这要吊下来 砸下来 砸下来 天哪 这边就能看到我们的船只了 我们可以坐船了 我们可以坐船了 对 我们上船了 我坐边上 出发 出发 你好 这个路程要多远 路程八分钟 八分钟 这个洞是真的大 中间有石头 还不可思议 像不像个眼睛 像 鼻子 打像的 对 那个耳朵 你看到吗 它这旁边好像各种站立着的人 是 你看这个像不像国王 像个像 国王 太像了去 国王 这个好像一个人脸 就这个 我觉得像鲨鱼 好像 太像了 什么都像 你要有想象力 对 这景点太棒了 下面这里是一个空洞 叫做海螺垂天 摩擦非常大 有六十三米 这洞也太漂亮了 它旁边这边都是螺旋纹路 所以这边曾经都是一个海底世界 水下漩涡 天哪 然后这个里面是一个峡谷 这个里面往里面走的话 可以过去两千多米 然后这个峡谷的话叫隐龙峡 找一下龙藏在哪里 龙 这儿 看到了 龙头 这儿龙头 真的 好像 天哪 这太像龙了吧 那个眼睛 对 我们说它是东海的黄龙 所以是黄龙洞 是啊 黄龙洞是因耳得名 太扭了 要不要往上走 要是往上走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最清华的 我们先下来再商量好不好 嗯